今天插在这个插座,这个插座是110V啦 要插在那里 经过这个是110V,整个220V啦 然后又开干 要插在这里,170V 把这个开关开起来 把灯亮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首先调好这个分开 把这个灯放在这里 这边大小可以调到这里 然后这个宽度就要收紧 然后我们试一下 6000V,不是都顺畅 如果出两张6000V的话,你调这里 这两个 就两个顶一下,把这个6000V就出一张 好,因为6000V都顺畅了 我们就开始放浇水 然后我们开始调这个瓶子的大小 瓶子大小就调到这里 这里可以调 这里可以调瓶子大小 然后这个瓶子要调到距离 然后一直靠这里 这里调这个距离 这个 调过来就这样 调过去就这边 然后这个要压紧 这个瓶子才能转起来 如果这个不压紧 的话就转不起来 好,这个标签跟瓶子已经调好了 我们就开始放浇水 这两个可以调到这个浇水的厚厚度 这两个可以调到这个浇水的厚厚度 这两个螺丝 这个现在要调到浇水就很薄了 好,好 接下来就你调好 你就开始放进去 然后把这个两个都收紧 然后开始年册再贴掉 这里有个调速器 这个是调速度的 这种的快速度慢的速度 这个急停 就比如说这里去 从故障按这个停机 当然它就停止了 这里这个是延时 就比如说我这个 这个平这个标签 还要这么长距离还没复完 你要延时 按一下就是一秒 这里给我选择 手动或者自动 这里是自动 这个不是手动 这里是手动 你踩一下它才会做 你要按能自动 踩一下它就一直转